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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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9點我們來吃早餐 飯店的早餐是buffet 所以1500是有含buffet早餐的 很划算喔 現天的omelay 外國人真的喜歡這種煮豆子耶 吃蘑菇 我最愛吃蘑菇 先不要蘑菇不行吃太多 可以看倫敦那一集知道為什麼 還可以現煮一碗麵 我喜歡早上的時候吃熱熱的湯麵 其實選擇蠻多的耶 還蠻划算的 可以明顯的看出我跟小妹妹飲食上的差異 兩個文化的不同 我媽媽一上有吃湯麵耶 這種我今天2點起床的第一餐 我還是想要吃早餐 麵也是早餐啊 你沒有在鄉下生活過 在鄉下起床 空氣新鮮的時候 來一碗麵真的是超爽 嚇死 你這雙方Maker還在那邊稱讚自己 這早餐可以推 我們家肚子痛真的是甜食小王子耶 巧克力一定要配香蕉 那他好像有覺得好完美的一餐 你吃得完嗎 可以 不可能 他等一下就會說 妳要不要吃 妳們要不要吃 早餐吃也差不多了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下午的行程是什麼 水門市場 因為你說還原中午會太熱 水門市場玩就去按摩 然後玩上去喝酒 今天的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水門市場 這個區域很大 這邊也有逛的 感覺是賣衣服的啊 這邊的球球燈才賣85 茶督茶賣多少 200 一顆椰子現婆的40塊台幣 他女兒超可愛的啦 我是一個很常喝椰子汁的人 但是每次來泰國我都會喝 泰國的椰子真的超好喝 泰國過馬路超帥 他們沒有紅綠燈 跟越南一樣要勇敢 來到一棟 The Platinum Platinum 白金百貨 這邊也是批發 只是它變成一個百貨的形式 像是東大門這樣 很多小孩子童裝喔 因為畢竟250塊你就看到 上面小粉紅的毛都跑出來了 喔這是你昨天在火車夜市買的 小心 你不要動你過來 你不要動 我來弄你不要動 你不要怕我不會碰到你 你不要動啦 你怎麼收到我褲子啊 你在吹它嗎 你剛剛是在吹它嗎 欸後面的泰國人都傻眼 因為它下面著火了 因為下面的毛著火了 它那個線頭有點引燃 你知道我嚇到 一百塊的褲子這種 褲襠都會起毛 你燒在外面的啦 對 你們真是燒毛達人欸 我們盡在了一堆泰國人欸 我覺得女生蠻值得來逛的欸 磅數超厚的背心 一件才兩百塊 很值得來挖一下包欸 一樓以為會是一個很阿嬤的泰式服飾 但不會 樓上是年輕女性也可以買的 它這個帽有兩棟喔 我們剛剛只去了第一棟 差點就要走了 想說怎麼會沒有童裝 所以我們就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它是有兩棟的 好像分新的跟舊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哪個是新的哪個是舊的 這棟看起來大很多 就看那邊完全看不到鏡頭 而且比較多男裝 剛剛那一棟是沒有男裝的 立刻 剛逛第一間我就買了 好逛欸這邊 這一棟就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夢了 大家不要只逛了一棟就走了 熊熊男到底以為他是誰啊 他居然膽敢給我買這種歐巴粉紅色欸 這要非常有自信的男性 韓系男性才敢穿 我沒有自信但你們可以給我啊 我不會給你 你要的我給不起 我們真的給不起 然後呢什麼時候穿 跟你約會的時候 不要 他要的我真的給不起 你要的我才給不起 磅數很重的純素T 一件350 但是你買三件以上 一件變250 超便宜的 可以欸 很好看啊 剛剛發現小妹妹昨天在火車夜市買的新褲子 在這裡賣200塊 昨天賣250 最台灣的50塊了 我就直接送他 剛剛GoPro又離開我身邊一次了 我真是受夠你這種爛個性 你自己的東西顧好好不好 不顧好到時候東西不見了 你怎麼跟其他人交代 你怎麼跟你的廣大的粉絲交代 這裡面有所有的記憶卡 欸他買的所有東西都在我們身上 他只負責的那一袋 然後結果還是不見了 包括馬爾蒂夫的記憶卡 也在這一袋裡面 我有沒有說你們要隨時注意 我手有沒有拿這一袋 剛剛是不是我自己發現我沒拿的 還怪到我們 還怪我們 欸怎麼辦 我從小就掉東掉西的 不然就是每天都在撒倒東西 我也沒辦法 總之就是我剛剛在付錢的時候 然後放在櫃檯上 然後到了一樓才發現他不見了 你的心掉到我的口袋 你給我住!住嘴! 我們這四天 一開始只換了4000塊台幣 現在發現可能不太夠 不過再多換了2000 上次跟大家講過的這個 Superrich是匯率不錯的 2000塊台幣可以換到1976的泰銖 將近1比1可以 我們現在要去這一趟最主要的墓地 其實我們沒有要那麼著心 我們可能要先吃飯或先按摩 但是因為剛剛又有人叫了GoPro 他們覺得太可怕了 要立馬馬上現在出發去還原 從我們剛剛逛的地方走到四面坡大概是10分鐘 真的很傻欸 在去年2019的7月底 我們有來青麥嘛 然後從青麥就有飛曼谷 那時候我們就有來四面坡拜拜 我那時候就許願說 如果在2019的年底 我的訂閱數過50萬的話 我就會回來還原 是不是在12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打成了這個願望 一打成之後我整個 飛到爆炸 一到50萬訂閱的隔天 我的記憶盤就壞掉了 再隔一天 我的相機也壞掉了 所以就會覺得 趕快來把這件事情做一個了解 麵佛我回來了 所謂還原就是你要到這邊請舞團 跳舞給四面坡看 請舞團的價格在這邊 最貴的是8個人710 兩個人只需要260 他們表演一次大概兩三分鐘就結束了 請一次舞團不限制只能一個人拜 還原的步驟就是你要先拜過一次 跟四面坡說你今天是要來還原的 然後再去剛剛那個櫃台去買舞者 舞者就會跳舞給四面坡看 從大門第一個開始拜 這個這樣一串是50塊 他會給你12柱箱跟4圈花 還有一支蠟燭 每一面就是三柱箱 一個花圈 大門進來這第一面是 事業 順時針刺 家庭婚姻 第三面求財 第四面健康 所以你的蠟燭就是你最注重哪一個 就擺在哪一面 那我們現在就是開始 虔誠的先敬拜 告訴四面坡我來還原了 拜完之後你就要把花圈掛在這個上面 之後再擦三柱箱在這邊 我拜完四個面了 把我的蠟燭放在健康這一面 我覺得健康比什麼都重要 先跟四面坡拜完之後 就到旁邊的櫃檯 可以跟他買舞者 跳舞給四面坡看 你要在這個紙上 寫下你的英文拼音 8 買了8個舞者 710塊泰銭 另外一邊他就會寫收據給你 在這邊付錢 接著你就會獲得一張收據 就排隊 等他叫名字就可以了 排了大概20-30分鐘左右 那現在就混到他們兩個來還原了 這個時候應該是在感謝四面佛吧 兩個人都非常的虔誠 有時候你對神明講出就是 你今年的願望 那也就是代表說 你今年有什麼樣的目標 或許這是一個 讓人看清自己目標的方式 先姑且不論就是 是不是四面佛的幫助 我覺得人有目標就是一件好事 恭喜兩位小可愛 完成了還原這件事情 剛剛那兩分鐘 我非常努力的在跟四面佛講話 唱歌聲音很大 所以其實你聽不到旁邊的雜音 然後你就專心的在跟四面佛講話 還原成功 我已經把我該做到的做到了 我也把我該說的都說了啦 好 你不會跟我告白吧 你說在你懷孕的時候 然後甚至聽不到的時候 就說Aaron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你 對 我剪片不會嚇到吧 我講了一段犀利大家的話 我希望大家都要有一個隨地的目標 我們又回到這間按摩店了 INDARA 可以堪稱是我目前按過泰式按摩 最舒服的 但是是一個非常大的賭注 我們都是有遇到一個 比較無力一點的阿嬤 但是她年紀婆大 又不然是叫她太用力 這間我們已經來曼谷三房了 一個小時350啦各位 真的很便宜 她等一下肯定被我的刺青嚇傻 她看到這個應該就不敢亂按了吧 她看到這個應該就不敢亂按了吧 剛剛拖下來我自己嚇一跳 太舒服阿 一樣 很棒 我這一次及格邊緣而已 她這是有力 但她的點不對 所以就會變得有點痛 所以我說這是個運氣 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上次沒有吃到的粉紅色海南雞飯 一份海南雞飯40塊超便宜 還有一盤一盤的菜個一點喔 巧克力菜才60塊 一坨飯上面幾塊雞肉 還會附贈一碗湯 她的蜂蜜你們很好喝 因為我每次來都點菊花茶 我很喜歡她的那個淡雅的味道 會有人用淡雅形容飲料 清新脫薯 小粉紅說一定要淋上這個醬 我吃不出來跟另外一件有什麼不一樣 不會以40塊一份可以啦 點了一份空心菜 跟一份青木瓜 空心菜60 青木瓜40 超帥 青木瓜爆辣 連我都會覺得辣 哇這對我來說真的爆辣欸 這算是我吃過蠻辣的青木瓜 我剛剛吃超大口的 這個你沒辦法欸 怕辣的不行啊 這一家可以啦 空心菜 崇崇說超好吃 空心菜超讚的 我不說了 這個超好吃 一次也盡在不言中 太難了 不要太作分了 他的錯吧 很便宜算可以來吃吃看 不過剛剛吃到這個肥皮 有一點可怕 剛剛Ariel把照山拿掉 一分鐘內 我已經看到有兩個路人側目他了 你還有一個美麗的髮型 謝謝 不是側目 我說側目的意思就是說 帥 然後會就是 不敢正面看你想要 閒眼看一下這個東西 依舊來Big C大捕獲一番 再次提醒大家 這包餅乾超好吃 有一個小撇步可以教大家 因為這種餅乾 它的空氣其實非常佔行李箱的空間 所以出國的時候 可以帶一根針 跟一捲小膠袋 這樣你就可以把餅乾搓一個小洞 把空氣擠出來之後 再用膠袋把它貼起來 這樣就不會佔你的空間了 我們剛剛玩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機器 它是賣冰淇淋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口味在這邊 然後他說抓到為止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一直練習夾娃娃 我們會不會花半小時在這裡 抓到了 抓到了 小妹妹抓到了 你夾 是這種的喔 是麻糬辣 他好像有說是麻糬耶 這裡這裡這裡 麻糬汁 我傻眼 誰知道麻糬是麻糬啊 還是什麼我不知道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 Ariel到了晚上啊 就會突然就是自己很累 然後有些有趣的人 他都懶得拍 這蠻好吃的 真的嗎 很好吃的 他太奶超香的耶 但是我很怕會卡在我椅子上面 我看 有嗎 其實他們卡很多菜紮 早上的蘿蔔還在 而且又穩夾很有成就感耶 他不是色素的感覺 就是太奶耶 對啊 剛剛不是說他到晚上都很懶 不想路嗎 我跟你們說我們在冰島 走了一個彩虹的步道 他在車上睡覺 我斷電啊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半斷電的狀態 他現在就是覺得快一點回飯店 我希望你第一期精神跟我們走 現在去穿上你的鞋子 我們馬上就要出發囉 啊 哈哈哈 路到了吧 哈哈哈 我終於成功嚇到你了 但原來我不會尖叫耶 敷一個腳底板好睡覺 真的會好睡覺嗎 他還是口衝跟便秘欸 屁啦 他寫的 這是那個泰國很有名的貼腳底板 泰式修竹時間 他很難用喔 他不是像修竹時間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像salon pass的東西 然後裡面像一個茶包 啊這個茶包千萬不要撕開 他裡面是好像中藥粉那一類的 他是濕你的吸氣 而且我剛剛不小心撕開 他以為是茶包啊 他剛剛 整個粉那 大王 晚安 晚安 你在沟裡 我一百 Material 我幫阿